第一屆就拿了郭佳南宇國獎 現在這麼多年拿了郭佳南宇國的感受文化 第一屆就是41年前 你想說我年紀而已 41年前我拿了郭佳南宇國 就站在這個台上了 我發覺都想不到41年之後 是可以獲得我不是喜劇的獎項 我發夢都沒想過做這部片是不是喜劇的 我希望有人笑得很快樂 我不敢做一些很嚴肅的 這一次是一次的 所以特別開心 忽然很像一個新人的感覺 尤其是疫情之後 我們生命的看法都不同了 我覺得生命是苦短的 真是很短的 會議很長 分分鐘的精人就可以 都不存在 所以有機會的話 就已經珍惜自己的生命 盡量夠膽一點 好像我老婆懷猜 初時莫不信心的時候 她說好不好 好不好試試呢 這不是喜劇 她說 雖然空都應該只會打關斗 你試其他東西也可以 我試一試 不打關斗可以不可以 發工他們的奇蹟 即是說 其實行行都是這樣的 我想你只要夠膽去嘗試新事 你還有什麼奇蹟都可以發生 這是我最大的鼓勵 你還有什麼新事想嘗試呢 我還有一個心願 就是我這麼多年都沒有自然自然 做我自己認為是心動的喜劇 或者今年也知道 我都要拍一部喜劇 這部喜劇 我仍然希望人都在全世界笑 最重要是開心 笑 是很難做的 所以我仍然是面對這個挑戰 新的喜劇模式 也是我希望大膽至上次的新事 都是喜劇來的 你會說什麼新的喜劇模式 你再說 但是現在我就是 將來你看到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模式是什麼 當然沒有人做過 所以我講不到 現在 還是想這麼多的原因 尤其是現在拍戲劇 是難很多的 因為大家觀眾都聰明了 聰明了很多 看了很多東西 你忍他笑了真的難很多 所以下一代的 《Next Generation》的喜劇 應該是另一種東西 我看看是什麼 到時候 如果有些新片出來 你忙得繼續笑的話 這樣才是失意的 我想跟她說 她的師傅演唱會 都跳得像猫子一樣 幾十歲都可以跳 但她對電影影響那麼大 她喜歡唱歌 我試試找她 我壓著一下玩 我哀嘴 我哀嘴 你吧 我哀嘴 我哀嘴 你這麼多